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股份支付条件和条款的修改 这个修改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利修改 一类是不利修改 所谓有利不利 都是仗在职工的角度 先看第一点 条款和条件的有利修改 这个有利刚才说过 是仗在职工的角度 对职工有利还是不利 那我们先看第一类是有利修改 企业应当分别下列情况 确认导致股份支付 公允价值总额升高 以及其他对职工有利的修改的影响 下面这张表 三种情况有利修改 第一通过修改条款条件 从而增加了所授予的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比以前增加了 公允价值增加了 就意味着企业 确认的成本费用就增加了 那么这里面请大家注意 这个有利是仗在职工的角度 那其实对企业来说 实际上是增加了成本费用 本着谨慎性 如果修改以后 增加了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就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 需要予以确认 那么它的会计处理是 企业应当照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的增加 相应的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仗在其的角度 成本费用就随之增加了 第二是修改增加了 所授予的权益工具的数量 我们前面讲过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每份价定五块钱是固定的 客观存在的 数量增加了 那就意味着 总的成本费用也就增加了 所以 企业应当增加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将增加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确认为服务的增加 实际上和刚才第一点都是一样 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 企业站在谨慎性角度 对企业增加了成本费用 需要于确认 第三 企业按照有利于职工的方式 修改了可行权条件 那么 有利于职工的可行权条件修改 那么企业在处理可行权条件时 同样也是刚才所说的 本质一个谨慎性 对职工有利 那实际上对企业是不利的 那么企业本质的谨慎性 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吗 需要的 因此 应当考虑 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 可能对企业来讲 也是增加了它的成本费用之类的 所以应当考虑 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 那这一块呢 注意一下选择题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不利修改 对职工不利 那其实对企业来讲 那是有利的 如果企业以减少股份的 供应价值总额的方式 或者其他不利于职工的方式 修改了条款和条件 比如说减少了供应价值总额 那其实对企业来说 成本费用是按你说是下降 是不是 但是本着谨慎性 企业仍然继续对取得的服务 进行会计处理 如同该变更从未发生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本着一个谨慎性 对企业来讲 虽然减少了供应价值 对职工 或者说其他不利于职工的方式 修改条款条件 但是企业要继续确认 意味着刚才有利调改的时候 对企业来说增加了成本费用 我们需要增加 增加了供应价值 那么企业本着谨慎性 要增加成本费用 但是如果减少了供应价值 那企业需要调节吗 不需要 继续按照原来取得这个服务 进行会计处理 意思也就是说 你不要调节 如同该变更从未发生 就是这个意思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那么这一块 刚才也说过了 口头已经说了 其实也就体现了一个谨慎性 信息质量要求 三种情况 第一 修改了所授予的 全应工具的供应价值 修改减少了 那减少了我要不要调节呢 不要 本着谨慎性 我还要继续 以原来所确认的 那个供应价值为基础 确认它的成本费用 而不考虑减少 增加了你要调增 减少了不能调节 这就是谨慎性 你这样理解了 那实际上这一块就涨了 是不是 我们 你把这个根本原理涨了 是一个本着一个谨慎性的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做 第二 修改减少了数量 数量减少了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那实际上 那整个的成本费用相对来讲减少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请注意 企业应当将减少股份 减少的部分作为 以授予权益工具的取消 我们前面讲过 虽然取消 成本费用要不要确认 照样是要确认的 照样是要确认的 所以说 虽然数量少了 但是也要确认 还是要确认这个成本费用 所以这一块也是本着谨慎性 第三是 不利于职工的方式修改了 可行权条件 那么此时站在 企业的角度 实际上是有利企业 站在职工的角度 是不利于职工的 那么这个时候 在处理的时候 既然站在职工的角度 是不利于职工的 那么我们不应当考虑 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 都是一个谨慎性 所以这一块和刚才前面 要区分开来 我们在有利修改的时候 对职工有利 对企业不利 那么对我企业不利 这种因素我要考虑吗 本着谨慎性 我需要考虑 反过来说 如果对职工不利 这个因素 我要考虑吗 我就不要考虑 好了 注意一下选择题 这一块呢 其实不怎么出题目 一般最多也就是客观题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什么有利修改 不利修改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实 从这个股份支付准则出来到现在 这一块基本上没有出题过 接下来第三点 取消或者结算 如果企业在等待机内 取消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 或者结算了所授予的权益工具 首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取消 什么叫结算 其实取消这件事情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就是股权激励计划 执行到某个期间 虽然非市场条件满足 高管很努力 业绩也增长了 行权条件达到了 行权价格是20块钱 但是我前面举过一个例子 股票 证券市场低迷 整个由于系统性危险 导致股票持续下跌 所有股票都在下跌 不管是好的差的 此时市场价格15块 所以高管呢 其实就没有这种行权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一看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 就没有再执行下去的必要性 没有它的意义 因此我们提前就取消掉 不要执行了 这叫取消 前面讲过这个例子 或者是结算 结算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可能执行到中间 由于刚才所讲的这些原因 或者其他原因 我们今天就提前给高管支付款项 或者说支付一笔现金 予以补偿 我们股份呢 可能不再执行下去了 把这个权益工具 予以结算 就是可能 以支付一定的现金 作为代价 补偿给高管 那么像这些呢 两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就是 将取消 或者结算 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 曾经考过主管体 考到这款 他就是考了个结算 将取消 或者结算 作为加速可行权 什么叫加速可行权 也就是说 我刚才前面举过一个例子 假如在第一年末 公司决定 取消原先的股权激利计划 本来在这三年里面 比如这儿确定成本费用一千万 这是四百万 这是三百万 本来是分到三年里面去的 但是我现在在第一年末 因为我刚才前面讲的原因 取消了 我满足条件吗 满足非市场条件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道理的 满足非市场条件 可行权条件都达到了 业绩达到了 但是由于股价的原因 行权价格20块钱 市场价15块 高管就没有这个意愿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决定取消这个股权激利计划 那么取消股权激利计划 前面这个成本费用 已经缺成过了一千万 后面未来还要四百万和三百万 那怎么办 加速可行权 什么叫加速可行权 视为今天全部行权了 将未来期间的四百万和三百万 全部算在本年度 实际上这样一个处理 对企业来讲有个影响是吗 当期就本期 加速可行权的本期 也就是取消股权激利计划的本期 成本费用一下子就增加了 那么有人说 就是我前面讲过的一个道理 都已经取消了 不搞了 为什么还要确认成本费用呢 那就是我前面讲过的一个理由 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分两种情况来说一下 一种情况 就是刚才将取消 正常情况的取消 可行权条件满足了 满足了 这个问题前面讲过的是吧 可行权条件满足了 但是由于股价持续下跌 上市公司决定取消这个股权激利计划 此时应该怎么样 进行夸击处理呢 加速可行权 为什么加速可行权 可行权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这个问题 那下面我通过这个公式来说 公允价值 假定 我前面其实已经说过这一点了 每份五元 是吧 授予的数量 一百个人 假定啊 每人一百万份 每人一百万份 业绩条件达到了吗 达到了 那么这些员工 一百个人都在这 假定都在这 我都没有离职 说明他们都满足条件了 他们能 每人能获得一百万份吗 他们有这个资格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非市场条件已经满足了 但是 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原因 公司呢 在这个股权激利计划 没有执行完成的期间 取消了 那么取消了 我要不要确认 整个的五个亿呢 要的 虽然你取消了 但是 这五个亿 假定在三年里面 假定我也假定三年吧 这是三个亿 这一个亿 这个亿 我在这已经确认了三个亿了 后面两年 本来还要在陆续确认 分别确认一个亿 今天 我们在这 就把 本期的三个亿 要确认成本费用 未来两年的 隔一个亿 总共两个亿 都要在今年度 所以今年一下子 就确认多少 五个亿 那么就解释一下 就是有同学所想的 既然取消了 为什么还要确认 那是因为 在这 未来这个整个期间 包括过去这个期间 员工 作为高管 都是付出劳动的 都是付出的 努力的 那么 既然 说明一个问题 公司获得了这个服务 获得高管的服务 既然你获得的服务 就相当于获得的收入 是吧 相应的配比原则 也要确认这个成本费用 所以这一块要确认 我们从公式上角度来讲 这个数量有的 这个五块钱 每份是客观存在的 那这个结果是五个亿 是不变的 所以需要确认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回到前面 一个括号还没有说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是在等待期内 取消了权益工具 或者解算的权益工具 都要进行加速可行权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 括号 如果未满足可行权条件 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都是满足可行权条件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括号除外 什么除外呢 没有满足可行权条件 从而被取消 我们教材叫取消 我在这给大家这样的解释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作废 理解为作废 这样区分开来 因为不满足条件 比如说 业绩增长没有达到目标 没有达到目标 即使股价在上涨 你们高管有资格获得股份吗 没有 因为业绩没有达标 非市场条件没满足 那么回到这来 第二种情况 可行权条件未满足 你业绩没有达到 或者说 服务期限三年 然后你就提前离职了 那你离职的 你有资格获得股份吗 那没有 没有的话 这个金额数量是为零的 数量是为零的 这虽然也是五块钱 每份 五块钱 不管你多少钱乘以零 结果还是零 是不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教材没有说这件事情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请大家注意 本来我们计划是 今年是三个亿 明年一个亿 后年一个亿 假定啊 本来是这样的 哎 现在发现呢 业绩没有增长 没达到目标 没达到目标吗 那么大家的数量 不能享受这个数量的 股票的数量 所以这个数字为零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这个三个亿 是不是已经确认了 冲掉 这两个亿 我还没做呢 是不是 还是未来的 那就别做了 然后前面做过的三个亿怎么样 冲毁 冲毁 反方向冲掉 那又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付出啊 你业绩没有达到呀 业绩没有达到嘛 说明你可能你们做的不够啊 那么公司也就不承担这个费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为零 从公司上讲的话 这是零 成压来结果就是零 是不是 为什么前面不是零呢 为什么前面这五个亿要做呢 是五个亿呢 因为他们可以有资格拿到 那这个数量是存在的 两种情况 好 那么 曾经有一点考主问题啊 就考了这块加速可行卷 它是结算 我们这一个叫取消 一个是结算 好 这一块给大家就这样分析一下 通过两种情况 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举个案例 上市公司 还是前面讲过的那一家公司 叫南斯科技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 他当初在2017年的12月18号 实施一个股权激励计划吗 有弃权 有限制性股票 后来呢 这家公司在2018年发布公告 终止 怎么个终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终止原因 由于近期国立证券市场发生较大的变化 有的同学投资股票的同学比较熟悉 2018年股票从头跌到尾 从年头跌到年尾 一直在下跌的 证券市场发生较大变化 本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低于 以授予权益工艺的授予价格 如果继续实施本次吉利计划 将难以达到预期的吉利目的和吉利效果 高换就没有这个意愿了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家上市公司 它是在2017年的12月18号当时实施的 当时的这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 差不多在20块钱左右 然后它的行权价格多少 15块钱 我们讲这个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15块4毛 但是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 你看已经跌到多少 5块8毛多了 5块多钱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没有实施的必要性 所以这家公司公布终止 终止本次吉利计划 将回购注销 这啥意思呢 它有两个 它这个上市公司 当时有限制性股票 也有期权 限制性股票就意味着 已经发行给高管了 是不是 那么这部分要回购注销掉 另外还有一个期权 期权只是一个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就 你高管也没有付钱的 还没有支付 还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那么只要把它注销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小点 接着看第三小点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 这是上市公司公告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写的 上市公司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就是股份支付准则的规定 本次吉利计划终止后 对于以具体的股份支付 无欲转回 他说我们 说的第一种情况叫取消 对于原本应该在 剩余等待机内 确认的股份支付的金额 八千多万 要加速提取 就是加速可行券 意思什么意思呢 除了本年度 确认属于当期的成本费用之外 还要把未来期间的八千多万 要全部算在本期 所以公司因本次吉利计划终止 需要在2018年 共计体1.6个亿的支付费用 也就是说 本年度要把所有的成本费用 就是18年的 以及未来期间的 这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吉利计划 我曾经给他算过 给他通过他的提供的条件 我把每一年的成本费用都算出来 非常准确 和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 非常吻合的 那么本期18年要确认的 加上1920 未来期间还没有确认的 全部在本期予以确认 实际上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本期的成本费用上升 这就是加速可行券的问题 这样的理解 那其实这样会对上市公司 产生什么影响呢 曾经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也发布过公告 有一年呢 这家上市公司 也是实施股权吉利计划 最后终止 最后取消 就叫取消吧 那么加速可行券 他发布公告 业绩预告 业绩预告亏审 大幅 利润大幅度下滑 大幅度下滑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 因为他实施股权激利计划 终止这个股权激利计划 加速可行券 要把本期 以及未来尚未确认的成本费用 都要提前到本期 叫加速 加速的意思就是 我要提前 加速可行券 我们全部送到本期 导致本期 管理费用大幅度上升 利润大幅度下降 这是他形成 就利润 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之一 因为上市公司 一般来讲 这个业绩下滑 下滑的幅度比较大的话 需要发布一个业绩预告 好 这是给大家说一下 通过这个案例 帮助我们的理解 这个会计的处理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在取消或者结算时 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 均作为权益的回购 回购价格 回购支付的价格 高于该权益工具 在回购日的公允价值 这个差额记住 当期的成本费用 大致写个分落 帮助我们理解就可以了 他不会考我们的会计分落 那就是回购时 借所有的权益 回购 比如借这个库存股 按照权益工具 在回购日的公允价值 代方代银行存款 回购的金额 两者之间可能有差额 这个差额记住成本费用 比如这是高管 那么我们就直接记住 管理费用等等 好了 注意一下文字体 也就是说 客观体的选项 判断受法退缩 不需要掌握这个会计处理了 这个是帮助大家理解的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问题 叫权益工具 公允价值的确定 我们刚才就讲过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怎么确定 那么股份支付中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在确定时 应当于市场价格为基础 这点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是不是 他要考虑市场条件 就是要考虑市场价格 我们前面讲过 在RX数模型里面 这个计权定价模型里面 我们就要预计 上涨比例 上涨的概率多少 就扇形概率多少 下涨的概率是多少 另外预期的 上涨的股票的价格多少 下降的股票价格多少 算出它的公允价值 那这一块呢 我们不去展开了 不去展开 只要掌握这句话 然后他说 如果没有一个活跃市场的话 需要考虑估值技术 这就是我们后面29章 公允价值技量 那一块要学的问题 那么这一块 我们不打算展开 我们教材在这一块 有好几页纸 那好这好几页纸啊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撕掉 不用看了 那这一块 我们就掌握这一点 因为这个主要还是 集合后面29章来学习 接下来我们在学习 第四个问题 股份支付的处理 这个问题里面 有很多内容 实际上是对我们前面一个复习总结 所以我在讲股份支付 这一章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我在讲前面支持点的时候 把后面第三节 教材实际上有第三节 第三节里面就是三道立体 立体二 立体三 立体四 三道立体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我把那三道立体 已经放到前面讲过了 讲完这些立体以后 我们今天再学第四个标题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下面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是授语日 除了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之外 无论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在授语日 我们都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 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账务处理 我们前面学习的立体二 立体三 立体四 都是这样的 当然前提是 除了立即可行权的 所谓立即可行权的意思就是 它在授语日 当天就行权 可以行权 获得股份了 那这个问题 我们下面有一个提示 两点 第一 对于授语后立即可行权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那么应当在授语日 授语日 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确认成本费用 同时进入资本供给 因为你是权益工具 所以说权益工具结算股份支付 所以借管理费用等等 带资本供给就可以了 在什么时候呢 在授语日就进行账务处理 实际上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过去时 你已经获得这个股份了 对你过去的 我们前面学习的立体不是这样子 我们前面立体二 立体三 立体四 都是在资产负债表日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确认成本费用 在授语日不进行账务处理 比如1月1号授语日 在1月1号不进行账务处理 到了12月31号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供给 是不是 但是对于立即 授语后立即可行权的 就意味着 授语日当天就行权了 那实际上是对过去 一个奖励 股权激励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 在授语日当天 我们就直接确认成本费用 这样的理解 相当于是个过去时一样的 第二点 道理是一样的 对于授语后立即可行权的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那就按照承担负债的光影价值 那一天和刚才一样 都是在授语日这一天 要确认成本费用 但是它是寄入应付职均薪酬的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均薪酬 意思也就是说 这笔风楼什么时候做 在授语日那一天就做 是这个意思 而我们前面讲的 都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才确认 然后后面是一样的 在结算前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和结算日 要对负债的光影价值重新计量 然后这个光影价值的变动 要寄入光影价值变动损益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比较容易理解了 因为我们那几套立体 都已经讲过了 好了 那么归纳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是授予以后立即可行权的 那么这个成本费用 无论是权益结算 还是现金结算 这个成本费用 我们在授予日当天就予以确认 无非一个确认为资本公积 一个是确认为应付职均薪酬 而前面我们讲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在资产负债表日 才予以确认成本费用 和所有的权益或负债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授予日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等待积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这就是我前面刚刚讲过的问题 第一点 企业应当在等待积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将这个提供的服务 确认为成本费用 同时确认所有的权益或负债 啥意思啊 如果是权益工具股份支付 带资本公积就可以了 如果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带应付职工薪酬 就这样来理解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对于富有业绩条件的股份支付 只要资工满足了其他什么 非市场条件 我们就要确认吗 要的 这句话前面已经解释过 只要非市场条件满足了 还记得前面讲过了一个公式吗 数量有了 这个数量有了 因为你这个业绩条件 非市场条件满足了 就意味着人数确定了 人数确定了 就意味着数量有了 然后这个价值有吗 价值也有的 价值假定是五元 五元 所以这个成本费用就能确定下来 因此 只要非市场条件满足了 我们必须要确认成本费用 如果你要取消 就像前面讲的 如果你要取消 可以 那你要加速可行权 加速可行权的意思就是 你要把未来还没有确认的 今天全部确认 总而言之 要确认吗 都要确认的 就是这样的理解 好 注意选择体的选项 再看第三点 在等待期内 业绩条件为非市场条件的 如果后续信息表明 需要调整对可行权情况的估计的 应当对前期估计进行修改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 但是特别抽象 非市场条件的 那就是说 比如说业绩增长了多少啊 或者说期限 包括期限呢 如果后续信息表明 需要调整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说白了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做了几道题 都在做调整吗 就是每一年人数都会变的 你已经离职多少人 是确定的 最难的是吗 生活未来期间 预计还有多少人要离职 这个是很困难的 所以每期都要重新估计 每一年末都要重新估计 就像里面单位一样 天天挂在嘴上 不行我就不干了 我就辞职了 撂挑子了 这种人一直还真不走 突然某一天要走的人 其实从来就没有吭过声 说要他离职 他突然就离职了 往往是这种情况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很难去估计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后续信息表明 需要进行调整这个人数的 你把这句话这几个字 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有人数的估计 人数进行预计调整以后 数量是不是就变了 数量变了成本费用要进行调整 应当对前期估计进行修改 这句话就这样的理解 很好理解 第四 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当将取得的职工服务 寄入成本费用 这个寄入成本费用的金额 按照全英工具的供应价值计量 这第四点其实可以不说了 但书川有这么一句话 还是解释一下 其实不就是刚才所说的吗 你价值有了 数量有了 他说寄入成本费用 那这个成本费用按照什么金额 按照全英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不是就是供应价值吗 所以这句话没有问题 如果选择你的选项 应该是对的 我们这个成本费用 寄入成本费用的金额 是按照什么金额来算 按照全英工具的供应价值来算 比如全英结算股份支付 按照期权的 在授予日供应价值来算 如果是限制性股票 那么按照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来算 接下来 一个表格两种情况 第一 全英结算股份支付 第二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对于全英结算股份支付 涉及职工的 应当照授予日 全英工具的供应价值 寄入成本费用 并基础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句话注意 不确认后续供应价值变动 大家不妨看一下教材的例题二 在三年以后 其实就不要再考虑股票价格的波动 然后就等着干什么 等着行权就可以了 这就是不确认其后续供应价值的变动 在等待期要考虑 整个的数量 然后根据授予日供应价值 这个不变的金额 乘以它的数量 算出成本费用是多少 第二 对于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要重新计量 好 这是两点 其实都是前面学习过的 现在其实是在归纳 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 可行权日之后 也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在可行权日之后 不再对成本费用和所有的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其实就是刚才对应的这儿所说的内容 大家同样可以回忆一下前面的例题二 在可行权日之后 就不需要再确认成本费用了 等待期三年 三年就结束了 那么三年满足了以后 他就可以行权了 那就等到将来行权 然后在例题二里面 最后就行权 怎么行权 他是弃权 购买股票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给高管 那么在这个可行权日之后 不要进行处理 不要进行调整了 等着什么 等着行权日 企业应当在行权日 更确定股本股份溢价 同时截转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例题二里面 行权日那一天的账务助理 写一下分路 借银行存款 按照行权的价格 发行给高管股票 然后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从借款解掉 注意此时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余额是为零的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问题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有在整个教材里面 只有两个地方出现 一个是权益法下 权益法下 确认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也就是其他权益变动 借长期股权投资 明期购买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或者做相反的分落 那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请注意 在将来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 权益法的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 要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截掉 借尾投资收益 在业务发生的时候 产生其他资本攻击 但是 要注意 在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 这个其他资本攻击 随之就灭失掉 随之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有其产生的那一天 有其后面灭完的那一天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产生的时候 确认此其他资本攻击 在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它不像股本溢价 股本溢价 那么它就是不断的积累在那的 有增加 就不断的积累 有冲结 那就相反方向 冲结就可以了 今天也是如此 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权益结送股份支付 每个资产负责表 确认时 那就相当于是 产生了 在将来 这个权益结送股份支付 结算的时候 这个其他资本攻击 就要消失掉 要把它结转掉 所以此时要结转 结转以后为零 然后相当于是发行股票 这是弃选 相当于发行股票 代股本 然后差额进入资本攻击 股份溢价 其实刚才这句话翻译成文 分落就是这样 更好理解 再来看现金结算 对于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企业应当在可行全日之后 不再确认成本费用 大家回忆一下 教材的例第四 它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在三年以后 等待期是三年 三年以后 它就不再进入管理费用了 但是 负债的公云价值变动 是进入什么地方 公云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 把几道例题提前学了 然后现在在讲这些文字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你可以落实到实处了 落实到题目里面 带着问题 我们到题目里面去理解它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以前年度的一个多选 2014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负等待期的 注意负等待期的 说明不是在授予日 就可以利息行全的 是这个意思 负等待期的股份支付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有 A 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相关的权益性工具的 公云价值 在授予日后不再调整 对的 我们就始终按照 授予日公云价值来进行确认 A的说法是正确的 B 以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但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在授予日应于处理 这是错误 无论是现金结算 还是权益结算 只有在授予日 利息可行全的需要 进行账户处理 否则在授予日 都不需要进行账户处理 C 负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应当在所有市场条件 及非市场条件 都要满足的时候 才能确认成本费用 错 我们前面讲过 只要满足非市场条件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C的说法是错误的 D 业绩条件为非市场条件的 股份支付 等待期内应当根据 后续信息调整 对可行全情况的估计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等待期内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如果人数发生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数量需要调吧 需要调整 可行全情况的估计 就是人数的估计 那这个人数需要进行调整吗 调 其实也就是数量的估计 数量的调整 权益工具的数量 要进行重新调整 所以D的说法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答案 是A和D两个答案 下面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 叫回购 这个业务呢 说明一下 这个支持点在2009年考试 考了一条计算题 当时有同学考下来 因为我没有看到试卷 他们考完以后 我就问考了什么 他们 有的同学说都说不清楚 考了什么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对教材都不熟悉 你都不知道考了什么题目 考了什么支持点 你想 这教材是何种的陌生 他当时考了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计算题 回购股份 进行职工的期权奖励 这个在上市公司当中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业务的 比如 回购这个股份以后干什么 怎么个进行期权期立 比如最近几年呢 流行这个员工持股计划 那这个请大家注意 虽然我们教材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但是 非常接近 容易结合食物来出题 这块要注意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以回购股份的形式 我们一般情况下 回购股份是要注销的 但是如果企业也可以通过回购以后啊 把它库存在那将来 干什么呢 用于奖励 进行股权激励计划 奖励给本公司的高管 我们前面讲说股权激励计划 奖励给高管是公司专门发行股票给高管 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本身就公司直接出钱在273购买股票 然后再将这个股票啊 奖励给高管 作为股权激励计划 奖励给高管 所以呢 同样是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考试题选择题出来了 选择题的选项 这属于什么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分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回购 因为它的股票是 我刚才说过 是从二级市场之前买回来的 回购回来的 回购时借库存股带银行存款 比如回购的价格是20块钱 回购1000万股 那就花了两个亿 花了两个亿回购回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回购回来的目利干什么 刚才说了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说用于股权激励 属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要确认成本费用 根据受益对象 你是管理部门的管理费用 你是销售部门 销售费用 你是研发部门 研发支出等等 我们前面学的 讲的比较多的 就一个科目借管理费用 那我们做题目 要根据题目别的条件 那么在15单装 销售部门 也是非常有功劳的 所以要有股权激励的 管理部门 肯定也是的 还有一些研发部门 一些技术骨干等等 代方代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这就是 其实就是和我们前面 所讲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是一样的 账务处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有个提示 完全可以出 这种类型的题目 权益 员工持股计划 这样一种会计处理 接下来 第三个问题是 职工的行权 关于这个 员工持股计划呢 我们打算在后面 习地班或者摩考班里面 我们给大家另外再编一道题 比如我们再安排到习地班 另外再编一道题 给大家做参考 这儿我们时间关系 技术班的课值的 这个时间太长 所以我们这儿就暂时不展开了 我们到后面再说 下面第三步 行权了 那这个行权 其实和刚才前面是一样的 和我们前面所学的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是一样的 行权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比如按照某一个价格行权 购买这个股票 然后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要全部结清 所以此时它为零了 代方注意了 并不是贷股本 我今天不是发行股票给高管 而是把我当初购买的库存股 奖利给高管 原来借库存股 原来库存股才借 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要贷库存股 两个亿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然后差额进入资本公积 股本一架 这是回购股票 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大问题 授予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的快捷处理 这个括号五呢 有关限制性股票 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重难点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还是回顾一下 什么是限制性股票 所谓限制性股票 也就是上市公司 在授予日这一天 就向高管发行股票 按照某一个授予价格 比如每股八块钱 向高管授予一千万股股票 相当于今天 上市公司就按照八块钱 向高管发行股票 但是高管所获得的这个股票 是不能上市流通的 暂时不能上市流通 等到将来业绩条件达到了 解锁了 那个时候才能上市流通 反之没有达到业绩条件 或者说在这个等待期内 高管就提前离职了 在实务当中 经常有这种情况 高管在这个等待期 提前就走人了 那么此时上市公司 把当初发行给高管的股票 给收回来 当然了 上市公司也把当初 收取的职工的交股款 也还给上市公司 这就是限制性股票 如果符合条件解锁了 比如有的员工 高管一直在这 业绩条件达到了 那么假定时间是一年 一年以后 他们就获得这个股票了 那么他们将来这个股票 就可以在二级市场 上市流通了 比如当初授予价格是八块 也许一年以后 上市流通的时候 市场价格是二十块钱 甚至三十块钱等等 那么高管通过卖出 随时卖出股票 获得收益 这就是限制性股票 也就是说 你先要把这个业务搞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种业务分别 每一步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那下面我们先看第一步 单上市公司 根据收到职工缴纳的股款 确认股本和资本攻击 首先第一步 我们在授予日向高管发行股票 那就是借银行存款 比如按照八块钱一股 假定一千万股吧 那就是乘以一千万 八千万 代方代股本 假定每股面值一元 那么股本就是一千万 然后代方代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差额部分 那就是七千万 这就是第一步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接下来同时还要做另外一件事 因为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以后 等到将来 等待期结束 如果符合条件 那么要预解锁 那么高管就 这个股票就流通了 反之如果不符合条件 这个股票不预解锁 要回购回来 上市公司要把它回购回来 那么接下来 对上市公司来说 今天发行股票 存在一个义务 将来很有可能 要把它股票给回购回来 所以今天上市公司 同时还要确认一笔负债 同时就回购义务 确认负债 作为将来收购 库存股的这个义务 怎么样进行处理呢 那就是借库存股 借库存股 按照发行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比如我们刚才说 一千万股 回购的价格 价格 假定也就是按照 收益的价格 那就说 我们将来很有可能 要回购这个股票 所以对企业来讲 上市公司来讲 今天同时形成一项义务 那这个义务记在哪呢 记在其他应付款 这个科目里面 我们书上呢 就其他应付款 专门开了个名系 限制性股票 回购义务 那么考试 你也可以不写 名系科目可以不写 我们现在给大家写出来 是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科目 主要是核算 什么内容 好 接下来 第二步 当上市公司在授予日 向高管发行股票以后 那么就相当于 整个股权激励计划就开始了 在整个等待期 上市公司要确认成本费用 限制性股票也是属于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前面讲的教材 立体二 立体三 那都是有关期权的立体 没有讲过 限制性股票的立体 那么对于限制性股票 在会计处理时 原理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整个等待期 我们也要确认成本费用 记录管理费用等科目 同时带资本公计 其他资本公计 那么我在这儿呢 写了不同的科目 也就是说以防考试啊 我们的题目里面 有不同的受益对象 管理部门的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销售费用 研发部门研发支出 那就是根据这个受益对象 确认各个期间的 各个期间的成本费用 可能第一年多少 第二年多少 第三年多少 我这就写一笔分落 然后代方代资本公计 其他资本公计 这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好 接下来我们这儿写个提示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成本费用 总的金额怎么算 涉及到什么呢 那就是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所以我在这儿写个提示 这个教材上没有 我们给大家补充 帮助大家来理解 我们要算整个成本费用 总额是多少 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在授予日这一天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另外呢 还要知道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这个容易 题目 在前面就已经已知 告诉我们了 在这儿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关键是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怎么算 那就是回到括号一这儿来 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注意 我在这儿写了一个单位成本 意思也就是说 相当于是每股 每股价格是多少 每股是多少元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授予日 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减去授予价格 这里面 一个名词要区分开来 我们在做题目时 条件看清楚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不代表 这家公司的股票公允价值 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是二级市场的交易的一个价格 限制性股票 实际上是这家公司 今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 权益工具的概念 类似于我们前面讲的 期权的意思 期权的公允价值 因为这是另外一种 权益结算股分支付 也就是限制性股票 所以这个限制性股票 就是权益工具 它的公允价值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公司股票的价值 公允价值 减去授予价格 比如今天 公司股票的价格是20块钱 授予价格 价格是8块钱 那么这个限制性股票的 公允价值 每股就是12元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候 要注意 根据题目给的条件 我们 有的题目就直接告诉我们 那挺好的 有的题目是间接的 那我们要 把股票的公允价值 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减去授予价格 然后算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就是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把这个概念要区分开 那么一个问题了 问题来了 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又怎么定呢 括号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问题简化 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 就是授予日这一天 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考试题有可能会告诉我们 但也有可能 如果复杂一点 也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那就是收盘价还要减去 限制性因素的成本 这什么意思呢 虽然有人说 这本身不就是限制性股票吗 是 在等待期内 是限制的 不予流通的 即使是这样 有的上市公司还规定 我们前面就讲过这个问题 将来符合业绩条件 解锁了 高管可以获得这个股票了 但是公司的股权基地计划 还规定 高管这些董监高 他们在未来期间 还有一个净售的时间 比如每年要限制销 转出售多少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另外离职以后 半年之内 六个月之内 不能转让股票 像这些 就是一些限制性因素 它是在解锁以后的 限制性因素 它不是等待期的限制性 是解锁以后的 限制性因素 这些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要非可行权条件 因为受这些 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的 公允价值是要有一个折扣 需要考虑这个非可行权条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公允价值是要一个打一个折扣 一个折价的问题 那么如果题目有这个因素 我们还要把它减掉 当然我们现在题目还是比较简单 就相对实物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理论性的比较多一些 就是告诉我们收盘价 上市公司实物当中 还要将收盘价减去 限制性因素的成本 如果有这个因素的话 还需要再考虑这个折扣 因为是折扣 有折价的问题 所以是减去 好 两种类型给大家说明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考题直接简化 就是20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那就是20 20减去 收益价格8块 所以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那就18 那就是12 然后12乘以它的数量 1000万 1000万股 这样就是整个 总的成本费用 是1.2个亿 这1.2个亿 要在等待期 每个期间去分摊 这是总的 这是总的 当然了 在未来等待期间 还要考虑这个数量 可能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随时还要进行一个估计 还要进行一个估计 还要进行修正 我们现在呢 只是简单的讲这个道理 好了 就限制性股票 这种特殊问题 我在这补充了一下 这些内容 大家要区分开来 也就是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与该公司的股票的供应价值 是两个概念 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其实就相当于是 悬应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要和前面期权比较的话 就相当于是期权的供应价值 比如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它不是实施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 而是搞一个股票期权的股利计划 这个股权激励计划 那么它就要算什么 算期权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 那么如果是限制性股票的话 这家公司是通过限制性股票的方式 股权激励计划 那么我们就要算限制性股票的供应价值 好 这是给大家的补充 这么一个内容说明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最后算市公司呢 是否对这个限制性股票 达到解锁条件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没有达到 那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一种另外一种情况 达到达到很正常 达到那就解锁了 实际上高管的股票就可以流通了 主要是没有达到怎么做 当然我前面也说过了 如果没有达到 实际上你要怎么样 上市公司要回购 并且要注销 一般情况下 可能还需要注销 所以这一块 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比如提前就离职了 那你肯定没有资格拿这个股票了 那你把股票还给上市公司 当然上市公司把这笔钱也还给你 首先第一步 上市公司未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而必须要回购 也就是其实回购就是把钱给你 你把股票还给上市公司 那怎么做呢 借其他应付款带银行送款 我们前面不是曾经确认过一个义务吗 记在其他应付款里面 第二步那就是注销 刚才是回购 注意一下 刚才是回购 当没有达到限制性股票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时 回购 然后注销 那注销怎么做呢 那就是把原来的股本给冲销掉 借股本 按照注销的数量 对应的股本的金额 比如每股一元是多少 多少股 每股一元那就多少 然后代方代库僧股 库僧股就是你刚才 刚才我们前面所对应的 不是有个借方借库僧股吗 这是一个借库僧股 当然不是全部 我们现在说的是 没有解锁的那部分人 比如我们总共有100人 打比方说 有100人 但是有10个人离职了 那这10个人的股票 叫回购回来 然后给他们多少钱 比如说100个人 这100个人 然后每人多少数量 每人多少数量 这里面有10个人吧 我们说总共100人 100人里面有10个人 这10个人呢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离职了 那就这10个人的数量 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这就不假设了 然后乘以它的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 假设是8块钱 当然要乘以数量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库僧股呢 库僧股也就对应着 刚才所讲的那个金额 那就是数量 乘以当初 收予的价格 不是8块吗 是不是 然后借方借股本 是面值1块钱 然后差额记住 资本公寄股本一价 肯定是在借方 这就是注销 股本没有了 当初那个库僧股的借方 就对应的那一部分 回购的这一部分就没有了 也就是为达到 解锁条件的这部分人 就像我刚才打比方说 100个人里面 有10个人离职了 那这10个人 这一部分要注销掉 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达到解锁条件 达到解锁条件 那这个股票就解锁了 它就归他们了 他们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 借其他应付款 原先不是有一个 对应的贷方 其他应付款吗 那假定是90个人 90个人所对应的 那个数量 对应的金额 贷方贷库僧股 也是90个人 我们假定100人 有10个人是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这90个人 他们最终业绩实现了 他们人也在这 刚才呢 10个人提前离职了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然后贷方贷库僧股 那一般情况下 没有差额 这个地方你注意一下就行了 一般情况没有差额 有差额 我们说上说 基础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 贷方或者借方 好 讲完这些呢 我们教材上没有立题 我下面给大家 编了一道题 说讲一下 怎么样进行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而且这道题里面 涉及到疑似授予 分期行权 非常接近于 上市公司的实物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2022年1月2号 经股东大会批准 甲公司进行了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授权 一次性授予 甲公司100名高管 共计1200万股 限制性股票 股票来源是 甲公司向 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 甲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激励对象 可以每股 6元的价格 购买甲公司 激励对象 增发的本公司 限制性股票 甲公司在授予日 收到股款 7200万 并办理了 单日办理了 限制性股票的 登记手续 经测算 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的 光影价值 总额是 4500万 这个数字 直接告诉我们了 那么我们就 不用管它 当然有的是 告诉我 每股是多少 那我们乘以 刚才的数量 也可以 那这道题 就直接告诉我们 一个总额 4500万 2022年至2024年 每年年末 在达到当年 行权条件的前提下 第一年末 解锁 30% 360万股 总共是 1200万股 第二年末 解锁 360万股 30% 最后一年 解锁 480万股 是40% 当年 为满足条件 不能解锁的股票 由甲公司 按照每股 6元的价格回购 那其实 这种题目 它就是 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的 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我们前面 给大家也介绍过 讲 简解过 这个 特殊的 限制性股票 那么教材 因为没有立题 所以我在这补充 这么一道题 对于按照 本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 每年末 申请标的股票 解锁的公司业绩条件 为 每年净资产收益率 均不低于5.5% 且每年实现的经济润 不低于1.5个亿 什么意思呢 从三年 22 23 24 第一年 22年 年末到了 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5.5% 经济润不低于1.5个亿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 这不是业绩条件吗 那么高管 可以获得股票了 多少呢 360万股 因为第一年解锁360万 然后第二年 第二年 又达到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了 那么第二年 再解锁30% 要每年啊 每年都要这样的 第一年 当年的满足 第二年 那实际上是 连续两年都要满足的 然后第三年 是连续 每年都要满足的 那就再解锁40% 这样就全部解锁了 实际上是相当于什么呢 三项股权激励计划 一个是一年期的 一个是两年期的 一个是三年期的 这样来理解 所以这就是 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 下面我们再来看 假公司 2022年至2024年度 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均达到6% 实际经济润均为1.6个亿 其实就告诉我们 每年都满足了 假公司 此股权激励计划 在各个解锁期内 对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基因解锁时 均满足本基地计划的条件 及相关证券法规的规定 高管有没有违法 违法了就还不行 那么假定是 满足这个规定 他们都可以获得 截止2024年12月31号 基地对象均在职 那这个题目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第一次学的时候 稍微要简单一些 就人都在 那么每个人都能获得 其他资料 假定假公司 每年末确认 该项股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费用 第二 不考虑利润分配 我们把问题 还尽量简单的话 这里面没有利润分配 不考虑货币实现价值 和所得税等因素 要求第一 根据上手资料 编制假公司 2022年1月2号 在授予日这一天 发行股票的会计分装 第二 根据上手资料 计算假公司 2022年至2024年 应该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各期应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路 三年222324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析 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就这道题而言 实际上是属于 一次授予分基行权的 股权激励计划 也就是说 每一期是相互独立的 第一期没有达到 不影响第二期 或者说第三期 因此在会计处理时 会将其作为三个 独立的股权激励计划 进行处理 即第一个计划 即等待期是一年 第二个是等待期是两年 第三个等待期是三年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 我每一年分摊的成本费用 怎么算呢 那这道题 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列张表 第一期是一年的 一年期的 2022年 一年的 总共限制性股票的光允价值 是4500万 也就是说 整个股权激励计划 这家上市公司 在三年里面 要确认成本费用 总共是4500万 假定都是高管 所以那就4500万 作为管理费用 但问题是 每一年是多少 第一期 是属于第一年的 那么4500万 注意 第一年解锁30% 所以乘以30% 然后乘以12分12 全年的 这样算出来呢 是1350 1350 第二期 第二期是两年的 它跨度是两年的 第一年和第二年 连续两年的 那么这个两年的话 是相当于是 另外一个股权激励计划 是两年期的而已 那么既然是两年期的 第一年12个月 第二年12个月 所以乘以 24分之12 24分之12 第二期也是解锁30% 所以也是乘以30% 这个30% 跟上面30% 不是一个意思了 上面是第一年的30% 这个是第二年的30% 然后第三年是40% 是这个意思 总共加起来 就全部解锁了 那么第三年 第三期请注意一下 是跨度是三年的 所以我们要在 三年里面分摊 第一年 三分之一 第二年三分之一 第二年三分之一 是不是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这个是乘以40% 乘以40% 这样呢 第二期的两年 加起来是1350 30% 4500的30% 1350 这个也4500的30% 1350 这是4500的40% 1800 然后根据 全责发生纸 每一期的 送到每个会计期间去 第一期的 当年是这么多 第二期在第一年 分摊这么多 第三期在第一年 分摊三分之一 合起来是2625 说明 在2022年 甲公司要确认 2625的管理费用 同样的 2023年 第一年 第一期都没有了 结束了 跟我没关系了 第二期的第二年 还有一半 第三期的 第二年三分之一 合起来 1275 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 第二期结束了 跟我没关系了 第三期有三分之一 600 这样呢 每一年的 成本费用就确认好 总数 一定是4500 横的 数的 要对起来 这样一个方法 好 那么算好以后 其实如果考到这种题目 操考纸上要画这张表 没有这张表 很难算出来的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这张表就相对来讲 就是说 比较容易 也比较容易理解 计算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 把它式子列出来 那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前面是准备工作 实际上是给你分析的 那考试题 直接去写答案 从这开始 前面是不用写的 只是刚才那个表格 在操考纸上完成的 首先第一件事 第一个要求是编制 授予日的 发行股票的分路 借银行存款 1200万股 乘以6 7200 考试的时候 这不用写 你直接写7200 题目都告诉我们 7200 但凡带股本1200 面值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6000 同时根据这个金额 刚才这个金额 借库存库 带其他印付款 同时要确认一项义务 因为将来有可能 有可能要回购 这是授予日的 两笔分路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二件事 第二个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三年 确认的成本费用 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路 我们刚才那张表 已经完成了 首先 2022年 我们在这儿 是列式子的 考试题 你画表 可能不太现实 是吧 那你要列式子 表是在操稿纸上完成的 列式子 尤其咱们现在机考 然后你还去画个表 这个费劲了 是不是 除非它有现成的表 有的题目 它有现成的表 这就看出题老师 怎么设计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要知道 怎么算 第一年 第一期 一年的 一年期的 那全年都算在 第二期的 对我第一年来说 占二分之一 第三 第三期 在第一年 占三分之一 三者相较 2625 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管理费用里面 有一期的费用 有二期的 有三期的 都属于本期间 选择发生制 都属于本期间 第二件事情 到了12月31号 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们第一期 解锁了 因为我们这道题 每年都可以解锁 三期 是吧 解锁了 符合条件 高管就拿股票了 解锁了 我们要做一件事 要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要转到资本攻击 股本一家里面去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学过 期权 股权激励计划的 会计处理 在将来 高管行权的时候 开始 购买这个股票 借银行存款 然后干什么 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把其他资本攻击 从借方 结清 仅为零 代方代股本 代资本攻击 股本一家 今天我们是 限制性股票 在一开始 授予日 我们就已经 发行股票了 那今天在 解锁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股票 归上市公司 高管可以流通了 我们要将原来 其他原来 在核算的时候 有个每个期间 不是有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吗 那么 要把它截掉 第一期的要截掉 第一期的1350 就是这个 1350啊 是不是 就这个 当时这个资本攻击 2625里面 有一部分 其中1350 就是包括这个 这个2625里面 包括这个1350的 第一年的1350的 那么第一批 30%的股票 解锁了 那么 解锁以后 要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到资本攻击 股票一家里面去 这比奋斗 有的同学会 一万的 我在上一节课 说过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整个教材里面 只有两处 一处是长期股权投资 悬一发下 单倍投资 单倍除了实现 净利润 其他生活收益 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的权益 变断 导致所有的权益 增减变动 我们投资方 根据被投资单位 增减变动金额 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确认我们的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或相反的快捷分落 同时要注意 在将来 当我们将这一项 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时 还要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到投资收益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意思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密西科目 它的特征是 有之前 业务发生时 产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一定后面有个 这个业务结束的时候 要截转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也就是说 有它产生的一天 最终还有它一个 灭完的那一天 你要把它截转掉 要消失了 余额为零 它和资本攻击 另外一个密西科目 股本一架是不一样 股本一架 不断地是积累在那儿的 好 那今天 当这个股权激励计划 行权了 可解锁了 从此这个业务就结束了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把这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转到资本攻击 股本一架里面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 因为这些高管 这个股票解锁了 上市公司 还要回购吗 不用回购了 不用回购 就把这个业务 冲销掉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 这不就是前面 曾经做的分路吗 我们做的这个里面的分路吗 是不是 含在这里里面的 多少啊 那就是 360万股 30%是360万股 每股回收的价格 回购的价格 本来是6块钱 那这个义务就 冲掉 不用回购了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 这是2022年 那么2022年搞清楚了 后面道理是一样的 再看第二年 2023年 2023年的股权激励费用 记住管理费用的金额是 第二期 二分之一 另外一个二分之一 是不是 第二期有第一个二分之一 已经算在上一年了 那么第二个二分之一 还有第三期的第二个三分之一 加起来是1275 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1275 同样的道理 2023年12月31号 另外一个30% 也满足条件 解锁了 那么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带资本攻击 股本 一价 解锁了多少 对应了多少 其他资本攻击 我们就转回了多少 另外 还要把这个义务解除了 因为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不用回购了 是不是 多少啊 也是360万股啊 360万股乘以6 这两个金额注意啊 不一致啊 这两个金额是不一致 这个是对应的是 今年的回购的股票的数量 乘以它的回购价格 360乘以授予价 或者说叫回购价 回购价 这个不是的 要注意一下 这个你实际上 它是我们刚才那个前面是多少 360万股 解锁的那一部分 解锁的那一部分 所对应的金额 其实 它是按照我们前面这个部分 还有再加上 第二年算的这一部分 这两个合在一块 好 接下来第三年 2024年 道理是一样的 2024年只有一个三分之一了 是不是 前面分别送过两个三分之一了 所以最后一定还有一个三分之一 600万 借管理费用贷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600万 接下来同样的 解锁 解锁以后 借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贷资本攻击 股本一价 40%这一部分 这个是 权益工具的 供应价值 也就是限制性股票的 供应价值 也可以算每股 你除以1200万 那其实就相当于 每股的价格 每股的限制性股票的 供应价值 挺不直接告诉我们 我们就直接乘就行了 1800 然后将这个 480万是40% 是吧 40%是480万 乘以6 这个回购的价格 将 其他应付款 负债给冲掉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给大家 举这么一个例子 讲一下 限制性股票 一般情况下 它的会计处理 这倒地的特殊 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 一次授予 分机行权 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跨度的时间 就是每一年里面 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下 回到前面 这个表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题目 是相对来讲 就是 简单化的 那有的题目 还要复杂一点 比如说 题目来一个什么呢 假定啊 我们这道题是 1月2020 1月2号 实施的 假如把这个题目改一下 改成8月 8月2号 那这个题目 就稍微复杂一些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表格在算的时候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如果考到了 我至少给你提示过 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不是会计问题 这是一个灵活的 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如果第一期是从8月2号开始 那其实属于快几年度 2022年来说 8 9 10 11 12 那就不对了 那叫乘以十二分之十五 十二分之五了 你全在发生质啊 本期只有五个月的 我们题目刚才是简单化的 全年就正好一年的 十二分之十二 那么一个问题 我告诉大家 第一期不仅在22年有五个月 在23年还有十二分之七 七个月 横向加起来是1350 没有错 同样的道理 第二期在这怎么样 乘以二十四分之五 不是十二分之五啊 因为它整个的等待期 是24个月 在2022年占五个月 这就是我们前面 曾经讲过一个问题 限制性股票怎么算 按照你这个等 每个期间的长度 占整个等待期 整个等待期的长度的比例来算 这是乘以多少 二十四分之十二 没错 全年是十二个月 完了吧 没有 这个一夸度 还夸到第三年来了 这个要乘以十二 二十四分之七 然后第三期怎么样 如此类推 三十六分之五 三十六分之十二 三十六分之十二 还要往后延长 2025年 还有一个 三十六分之七 这样我们合计下来以后 四年了 二二年多少 二三年 二四年 二五年是多少 这稍微就复杂了一点 是不是 这题目的设计问题 好了 给大家提示一下 一般情况下 是我们刚才给你出的这种题目 稍微复杂一下 上市公司食物当中 不太可能就正好就一月一号 所以呢 它有可能从几月几号开始 我曾经也研究过 上市公司这种食物的东西 我把它一个一个算出来 基本上都没有误差的 把它这个数字算出来 因为它只是披露的结果 每一年多少 每一年怎么来的 我就给它算出来了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所以如果考试题目 考到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应该知道了 因为你平时如果没有接触 万一正考到这种情况 你在考场上 想临场发挥太难了 好 这是给大家提示一下 那么这节课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